游輪碼頭的海濱 其實這裡真的是風涼細涼 很舒服 整個海濱都是休閒設施 對面也有一些遊樂場 這裡接下來也會起住宅 旁邊就是九龍灣和觀彤的商業區 最主要怕小的游輪 或者出海的小船 沒有那些工業船 來這裡最主要是享受海濱生活 你可以在這裡釣魚 玩水上活動 或者看一下樓盤也行 因為整個海濱暫時入伙 都是一個遠近維港一號 那些人就不算特別多 將來陸續入伙之後 海濱就會熱流 尤其是看維港的海濱 因為那邊還有一些商鋪 或者一些色肆 如果你想很高興地看維港海 甚至晚上看夜景 那邊是更加適合的 當然如果你說買那邊的價錢 就超級貴 現在買的泡衛森 高了一個獅子口 這裡低座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這邊低座的兩房 就算你買這裡比較低層的單位 都有一個全外景 看著水平線的海其實很舒服 所以個人買得很快 向這邊的海景價錢 就大概兩萬元呎 圍起的總價七百多到八百萬之間 好看你對景觀有沒有要求 如果在現場看 它暫時這批貨就向海這邊買光了 剩下的貨這邊就向西北 如果高層一點 穿過矮座 看MQ 然後看這邊的海景 其實都舒服的 是方向西北比較差 如果你說漂亮一點 看這邊 這條通道就往出海 通道就由這裡到這裡 延伸到海濱 將來都是源自這條通道 那一條馬路就回到另外一邊的海濱 這邊值得漂亮一點 為什麼沒有人買呢 最主要前面就有兩棟 一棟就是天曬海 一棟就是商業設置樓或者酒店 如果通過這條路 真的看到閻花海 其實有債 一天曬海賣的價錢 當然是三萬到五萬 你這裡只買一萬六元一呎 有機會望腿 同一樣的海景 第二批價單就是開三期的一座 裡面當然是景觀差一點 但是它旁邊的海景就相當漂亮 整個九龍灣或者觀塘那邊的海岸線 都能看到 基本上最美麗的海景是這邊 這裡都是其中一個出入口 你出到來就有一個很美麗的海濱 讓你可以享受 方向又美麗 至於慢慢東 所以整個項目就這邊一定是柳王 第二輪賣的單位就是柳王的單位 對比隔離MQ的價錢 兩萬三到兩萬五 這裡最貴的價格是兩萬一 一年留花期 你又怎樣選擇 留言告訴我 這邊就是城基街 然後這裡就有個路標 有一些巴士站 遊輪碼頭 啟得空洞花園 上去看 這邊就是商業地 那邊也是商業地 那邊就是啟得遊輪碼頭 再遠一點就是尿越門的出海口 這邊就是灣仔中華 那邊就是港島洞 這邊就是啟得空中白雲 整個配道真的很美 你看到 就算這陣子建築和這陣子建築 中間是隔了一段距離 當然 美麗的海景一定是這裡 世界三大夜景之一 這裡就是泡衛森 它還有少少放尾 就是這裡 你看到它旁邊 看過來 就啟得空中白雲 這個位置 再掃過去 就天上海 然後再順著一條小巷 看出去 就有少少海景 這邊就是商業地 旁邊也是商業地 那邊就是輪區 萬六元買那海 你覺得好不好 如果不可以 就參考這個 三萬元 五萬元一尺 即是便宜一半 海景當然差很遠 但是 還可以的